直播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在這一段影片 我將會為你們介紹 直播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首先 一樣要在開課的前十分鐘時 老師可以到會員中心的 老師時間表中 你在即將開課時 有一個進入直播間的按鈕 在進入了直播頁面之後 會跳出這一個視窗 要求你 使用你的麥克風和你的相機 按允許 學生就能看到的影像 也能聽到你的聲音囉 此時你也可以按右下角 這個喇叭的icon 就可以靜音 或者是 讓大家聽到你的聲音 在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想要設定 其他的麥克風 或是攝影機 你需要到 設定 往下滑 有一個進階 再點內容設定 這邊會有一個 攝影機與麥克風 接著 你點進去攝影機 你就會看到 它現在是用這個Facetime HD Camera 那這下面它寫 允許這個網址 是因為我們剛剛呢 在這個網頁有允許攝影機 那如果你把它刪掉 下一次你進這個網頁的時候呢 它一樣會跳出 是否允許攝影機的畫面 再回去 我們到麥克風的地方 如果你自己有在架設 其他的麥克風 像我現在就有一個架設一個 叫Blue Snowball的麥克風 你可以選擇另外一個麥克風 或是選擇你自己的那間麥克風 用你選擇的那個麥克風 講話給你的學生聽 像剛剛攝影機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有允許 這個網頁使用麥克風 所以它就會顯示在這裡 那我們一樣把它刪除 這樣你下次再去那個網頁的時候呢 它的詢問框就會再次的出現 記得喔 這些都可以在你直播上課前設定好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直播課程更順利喔 好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直播畫面 接著我要為你們介紹的是 螢幕分享的部分 比如說你現在按這個打開螢幕分享 它就會跳出你現在有的視窗 這個GoGoVisor Class Teaching 就是你這一頁 那你在點這個Chrome分頁 你就可以點選其他你想要分享的頁面 那如果你說我想要分享 比如說我想分享我的subline怎麼辦呢 你把你的subline點出來 一定要保持就是點出來的狀況 你看現在它就會有一個subline的畫面給你分享 那我們再看喔 如果你現在把subline的頁面縮小 它就沒有辦法選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享某一個應用程式的話 你一定要讓它保持在展開的畫面 然後回來這個頁面之後呢 選擇按分享 這個時候呢 你的學生就會看到你的subline畫面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在上面和他們互動 那你如果把你的視窗縮小的話 學生就看不到你的畫面了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想要讓你學生看到你subline的畫面 一定要讓你自己的本身電腦裡面的subline視窗 保持著開啟的狀態喔 那如果接下來你想要停止分享你subline的畫面呢 你可以按這裡的關閉螢幕分享 或者呢按整個視窗下面會有一個小視窗 這裡按停止共用 也可以停止你的螢幕分享 這時候如果你想要再分享某一個頁面 你一樣可以按打開螢幕分享 這樣去選擇 最後讓我來為你們介紹螢幕錄影的部分 螢幕錄影你只要按下這個開始錄影 點下去 它就會跳出這個詢問你要錄製哪一個頁面的視窗 這時候你一定要點到這個GoGoVisor Class Teaching 它才會錄製到你這一頁 好我們點GoGoVisor Class Teaching 按分享 這個時候呢 右上角就會出現這個在錄製的icon出來 它就會開始錄影你的上課畫面了 如果你想要停止錄影 一樣可以點結束錄影 它就會停止錄影 那你再按開始錄影 它就會繼續錄影 如果你發現你剛剛選錯了頁面的話呢 切記一定要先點結束錄影 點了之後呢 再按最下面這邊有一個停止共用 按停止共用 它就會停止你整個頁面的錄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可以像剛剛的第一步驟一樣 再重新選擇你要錄製哪一個分頁 那直播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